不知道 我是蠻矮的欸 台湯被我們遮住了 台湯好像想脫鞋 要高一點嗎 好像可以高一點 欸這個台湯好像真的可以擦 我怕好像會影響這個 這樣不會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亮喔 我記得它好像壞掉了 這樣比較高 好像有點歪歪的 開始了 欸腳 小心 笑死我了 我的天 等一下那個 有了嗎現在大家應該還在上班吧 有有有 五點半下班可以偷看嗎 你準備要下班了 有些人真的是好像五點半就 五點半就下班了 他們八點就上班了 好早那算了我不要 對啊 休克來勒 休克是不是不用上班 莫妮凱也是 嗨 哈囉今天有上一個新的 系列其實是全新的系列 我們要開獎嗎 可以啊可以開獎 全新的系列 然後叫Lily Van Lee 然後是 我們已經準備很久了 去年就開始了 我們從商品的 從整個發想 構想然後一直到布料 然後跟商品的款式 然後一直到顏色的挑選 跟品牌的顏色 跟品牌的代表色 跟Model的拍攝 就是一段時間 終於在今天十點 跟大家見面了 我有點緊張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 突然一個很嚴肅的直播 很嚴肅的直播的感覺 就是喜歡穿這種帽T 就是喜歡穿這種帽T 可是好像不是每個人上班都可以穿這麼服 對好像大家不能上班的時候 不是說像我們這樣子可以 想穿 我想問過小楊說 那我可以穿拖鞋嗎 他說可以啊 我就是穿漂亮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拖鞋 應該是說Puzzle應該是 就是你可以買到各種風格 在Puzzle裡面 然後我們這次有Lily Van Lee 新的直線 是想要給大家 稍微多一點點的 女孩 溫柔的感覺 如果說我覺得就是很像 有一點在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今天不適合來 有兩個有一點在不同溫層的感覺 就是有微微的重疊 有微微的重疊 但是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在顏色上面 可能有一點點的相同 但是其實會跳脫 我以往喜歡用的很甜美的粉 很甜美的紫 會稍微加一點沉穩一點的顏色 比如說藕粉啊 對稍微一點 因為我這一年來 我其實也變得蠻喜歡 就是比較那種裸性色 大地色系啊 或帶點比較女人感覺的顏色 也不是女人 因為不是老 其實這些顏色或是這些 就是款式的那個細節特性 其實Puzzle也有 但可能是一個檔裡面可能有幾件 對 所以可能喜歡這種風格的人 他們平常就只能挑出一兩件 可是這次是 這整個Lily Valley這個系列 都是這種感覺的 對 所以 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到上下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人被打中 剛剛有人說他還不敢下手 為什麼 不知道欸 還是我覺得他可能愛等我們直播出來 給他按牌 因為我也是在想說 Lily跟Puzzle的差別 我自己是覺得說 比Puzzle多了一點點溫柔的感覺 因為Puzzle是 有時候會有點俏皮 有點修身 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 在搭配上的話應該 一點點 對對對 在搭配上的話應該就是會 跟Puzzle的搭配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Puzzle可能Model 大家會看到我們會用比較 更流行的東西 腰包 馬靴 高跟鞋 那什麼高跟鞋 紳士帽 對 那些之類 但是在Lily的話 你可能就會看到 球鞋啊 防護鞋 像有一套我就有看到 我就覺得 欸他是搭球鞋 就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我希望 這個搭配就是 大家其實衣櫃裡面都找得到的 配件 配件 就是比較 親近 平靜的人 的搭配 對 就是最快最方便的搭配 這樣子 因為這個Lily其實是 乙氣化的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Lily的 這個靈子的由來 對 大家有想聽嗎 因為大家都想得到禮物啊 說想得到禮物沒有 好像沒有人在領我們 我們剛剛有講禮物在 禮物是送手的嗎 好像剛好就在畫面裡 我們先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畫面裡 我這一件很可愛的荷葉秀 禮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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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的Top1 這件上禮拜出現的時候 就有搭配到 很多人在問 這件是在哪邊 很想要買 嗯 在這裡 在今天 在這裡 然後禮物2就是 一件睡花 對 對 然後也是 算是Top前幾個 對 我今天我選的都是前三名的 對 因為這件很多女生 就是平常 因為我們公司 辦公室其實很多 不同風格的女孩 對 不同風格的 然後有的人喜歡PODDLE 有的人喜歡MQ 然後你看 有一些是比較稍微 平常會穿比較大人系一點點風格的 我 就是Lily來的 對 超適合Lily的 我想問Peggy要不要改名到Lily 我改名到Lily 他說他有當PGY 就是我一直想說 好像 我想要比Puzzle多一點點的女人 可是又比MQ少一點點的女人 就是 MQ有一點點 在中間的感覺 對 在成熟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他能說 就是沒有這麼成熟 但有中間的感覺 中間一點的感覺 可能就像我現在的環境 我現在的 環境 年紀 新進吧 是你現在的新進吧 就是我剛剛有在想說 因為我們這個直播是符合Lily的那個 其實我們實際上要變得比較有 不能亂講話 不要亂講話 好像有氣勢 就是因為Peggy現在的心境 應該也是屬於 就是剛好Lily的感覺 就是她 就是年紀還輕 可是她又已經結婚了 就新婚 而且她那天 我9點問她 在幹嘛什麼之類 我發現我那天不是9點名 然後她就說她喜歡的 她要準備睡覺 9點 9點 太早了 因為電視好像沒什麼好看 好奇怪 就是重點 就像Peggy她雖然很喜歡穿睡花 可是她有時候又讓我覺得她傻傻的 是不是有一點就是 Lily的感覺 對啊因為她就是 你看她就是已經新婚了 感覺又感覺又 很少人就讓她結婚 你一直說說 沒關係吧 那都是女生在看啊 你怎麼知道 你有什麼 哪個要問 就是感覺她很精明 可是她突然有的時候又會傻傻的 好啦 沒有人在回應 當然我不想 沒有我覺得Lily是 因為像剛剛Peggy有說 就是像Peggy真的搭了很多流行的配件 就是不管任何的搭配 裡面我們自己都會搭一些 就是流行的帽 帽流行的什麼 包包之類 可是在Lily裡面 你不會看到很多的配件 你只會看到就是衣服 它比較簡單 搭起來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就是最簡單 最日常的穿搭 因為POWL其實也是 可是我其實想要說 POWL這個 我們在做的商品的所有系列裡面 都是想要讓大家日常都可以穿著的 就是日常穿著舒服 你想要穿 休閒感覺 穿可愛感覺 穿溫柔的感覺 都可以 對 然後剛剛是 講到第三 第三項禮物是這個啦 對 那我剛剛買了 這個我已經購入了 紫色已經賣完了 這個紫色 對我剛才看紫色買完了 它上面寫 一個紫色的 沒關係 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紹其他顏色 那我來講一下Lily Valley的名字的由來 就是 好像那時候好像在讀蜜月的時候 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我想要生活嗎 好好好 我怕大家 你不是說你不要讓大家這樣結會 我去義大利的時候經過一個書店 然後那個書店裡面有賣很多 它自己畫的明信片 然後明信片上面就是 它有精靈啊 它是專門畫小精靈 然後森林的那些那種畫風 然後那個精靈上面就拿著 靈蘭 就是Lily Valley Lily Valley的意思就是 珊瑚中的靈 對它是靈蘭的意思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風靈 風靈蘭那種小花 就是它是很像風靈一串一串的那種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的畫風 就是也是很可愛 然後我就 就是覺得這個 這個意境就很適合這個名字 叫做Lily Valley 然後就是有一種 好像又有一點溫柔又有一點堅強的那種 堅強的感覺 因為它在山谷裡面 我看有人講一句還蠻 微成熟 對 微成熟又有一點傻氣 有一個人說微成熟又有一點傻氣 他講得很好 好會成熟 這是我們之前很常來的 對 他好會成熟 他是那天也有來的 對 然後我們唸不出名字 然後 有一個 我剛剛講我忘記了 我忘了啦 我真的忘了 我剛剛本來要想什麼 好啦 那你們要不要開始介紹身上的衣服 對啊我們先介紹 從小楊先介紹 先介紹 因為我剛剛就是有點在反央 因為我平常的穿搭真的是 比較偏趴的風格 所以剛剛 我在想說我要來參加直播的時候 就是 在跟Picky說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呈現 我穿趴跟穿Lily的 不同的感覺 對 然後 因為我自己就喜歡 荷葉 對 荷葉 很可愛的款式 然後這個款式我覺得他是可以穿成 休閒 可以穿成女孩 女人的感覺 然後 所以我就搭個蕾絲裙 但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 一定要搭牛巾鞋跟黑襪 我自己做的 像韓國好像很流行 對啊韓國很流行 美套 就是每一個 不管你搭牛仔裙 花裙 什麼都是這樣 他美套 不管的 沒套 那我就覺得 好像 還OK 這樣好像蠻DV的 這樣好像有跟她的 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還綁了頭髮跟帶了這個珍珠的耳環 就是比較不像你平常會穿的 這珍珠的耳環也是 Lily這次上架 也是賣很好 這很美 都賣很好 很可愛 這是夾式耳環 對 總共有四款耳環 然後只有那一款是夾式的 其他都是珍式的 那我覺得這個款式很可愛 是因為她是我的 哈哈 不是啊 她可愛點但是 就是她好多合影 好多合影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QQ編 對啊好可愛 QQ編編其實是Paulo的女生很喜歡的 對 然後但是因為這次我們 用這個大雪梯的材質 大雪梯的材質 去做這樣的設計 然後就是跟以往的 不同的是她沒有配色 她是同大深色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多了一點點 氣質的感覺 沒有那麼跳色 而且她連底下都是 對 看得到嗎 她連底下都是 底下的這邊 都是QQ編 QQ編 好像很好吃 然後這邊又是荷葉 荷葉的感覺 就整件 唉唷小心 荷葉整件就是蠻Q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剛拿了兩個包包 我想說 欸喔 又要點到 小心 好像這種也是可以 這樣好寒喔 這樣很寒欸 可是因為我自己 又喜歡 因為毛毛 因為妳心裡是Paulo 心裡就是這樣子 可能要配個球鞋 對 我會這樣配個球鞋 然後但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如果要呈現 低利的感覺 比較重力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去開會吧 對 可是如果哪天妳這樣去開會 大家會不會被妳嚇到 然後我想說 欸 小楊今天被妳講 她平常開會好像沒有戴 戴帽子啊 眼鏡啊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嗯 我這樣 我這樣有詮釋好嗎 妳覺得 有啊 就是跟你平常不太一樣 有抓到重點的感覺 因為我就想說 我真的要穿跟平常的風格不一樣 大家才會覺得 就是可能有不一樣的感覺 嗯 大家有發現我們今天的景不一樣嗎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沒有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在攝影棚裡面 我們現在是 特技一定要連直播 都要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就是想要讓大家有一點 很融入莉莉的女 音樂有不一樣嗎 音樂聽得到嗎 大家有聽到我們其實有背景音樂 應該聽得到吧 這個真的好可愛 所以我們如果 如果妳喜歡莉莉風格的話 平常應該就是 不要講話 哈哈哈哈 也沒用吧 不能大笑 大笑要 因為我們太愛笑了 對啊 我也是笑到 嘴巴超大的 照片裡面的 而且 我記得它有一個很可愛的 顏色是粉紅色的 是粉紅色的 沒有 剛好 這個 現在小楊身上的是 MIT甜美 冬日卷卷邊大雪梯 它有兩個顏色嗎 三個 它有一個黑色 這個要不要給大家看 這個 這個圖嗎 對 這個很可愛 粉 又有點像玫瑰 剛剛我忘記講了 粉 就是 我剛剛講亞洲人嗎 沒有 剛剛有人問模特兒 摩特兒 這次我們也是想說 找亞洲人 比較符合我們身型 也是找了很多很多的 model 試鏡了很多 試鏡了各種model Peggy很認真 很認真 在找她的model 每天都很難去model 對 可是如果大哥有覺得 適合的model 其實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對 對 就是大家一起走 對 然後就是 這個model它也是 跟我們的身高 比較符合 對 它是163公分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比較清淨的感覺 對 對 比較清淨的感覺 讓你想像你穿上那個商品的時候 會更有聯想的感覺 因為平常外國模特兒應該都是170左右 很高170 120 而且很瘦 很瘦 對 亞洲人看起來可能還是比較可以想像 就是 我穿起來可能會是這樣的感覺 嗯 所以大家就 那我還是要到可依廳 我嗎 因為我要比較怕我跟 Lily的感覺 我今天很可愛 我今天是年紀很小的那種 這就是我們平常會穿的 不是那個吊帶褲 對 因為Lily應該就不會有這種 寬鬆的吊帶褲 對 我們這件事上班子 你知道嗎 好像佩莉也沒有穿過吊帶褲吧 但是我不能穿 我有一次有穿吊帶褲過 好像超奇怪的 我剛剛就幾乎沒看過你穿過褲 你一起來聽到我們對 你來上班的時候你覺得蠻奇怪嗎 怎麼會穿成這樣 你們平常上班就穿褲 對亞亞跟我說你真的是13歲 因為她剛剛又帶了一個帽子 超像 小朋友 對 但是其實這就是休閒 這個是Puzzle 休閒的穿搭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點的 但是Puzzle 因為我是覺得說每個單品 你可以搭褲 你自己的感覺 對 然後現在我們提供了 就是 休閒的 然後也提供了 大人一點點的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商品 好 講太久了 我們講太久了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去特賣會 我可以再聊一下嗎 好 等一下我就要去特賣會了 我們要去搭配 然後 我可以先講一下特賣會 好 你先講一下特賣會 好像我們這裡面好像有點太忙了 對 等一下去搭配 然後明天幾點 就是收購 收購營業時間 收購營業的時間 10點 對 在12樓 12樓 明天見 大家 有人說為什麼不找台灣model 她是台灣人喔 她叫做乙萱 是嗎 對對對 你幹嘛那麼緊張 她是台灣人啊 她是台灣人 只是因為她長得很有清新的感覺 可是她身材 身高又是 就是亞洲人平易近遠的身高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找她來幫忙拍這個系列 好 好 那換我介紹 好 那 我現在身上這件就是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了 就是 選邊 不是選邊 不是選邊那個 拋秀 對 碎花這件 但是紫色是賣完了 賣完了 可是紫色真的好美喔 對 因為這個紫色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美耶 它一樣是這邊有做拋秀 可是紫色賣完的話 這邊還有其他也可 我覺得 覺得 灰色好像也蠻 蠻好看的 就大家可以 就是選擇灰色 灰色就直接跟你這樣搭也可以 對啊 殺牛仔褲 而且她的那個質感 就是她是很 她是算厚 她是算 很 就是很 彈性很好 不是算太垂 就是有點 QQ的感覺 對 QQ的感覺 嗯 是這樣子 很紮實的 質感 對 因為她的彈性很好 對她的彈性很好 所以就是現在紫色賣完了 然後Peggy就是推薦大家買灰色 對 大家聽到了喔 紅色其實 紅色也是蠻亮眼 佩妮有宰褲的蠻好看 對紅色很亮 就是過年好像也可以穿紅色 因為快過年啦 對啊快過年 有人說 有人推薦model欸 有人說你可以出道當藝人 沒有人要簽我吧 好 然後碎花 對啊 我想說應該可能 那邊也有水痰幫我拿起來 顏色 你要脫這樣給大家 因為她袖口好像有個細胸 她是直接就是這樣 欸唷 欸全部都掉了欸 我剛明明就 現場綁給大家看 對 現場綁給大家 可以靠近鏡頭一點 綁蝴蝶姐 綁蝴蝶姐 不太會 我綁蝴蝶姐沒有很大 蘇比好像比較會幫 因為她常常在幫禮物 我看她一副表情好像 我很厲害 好啦 就是綁紅 她就是袖口有蝴蝶姐 然後她的蝴蝶姐 她是有點斷帶的感覺 她 她不算是斷帶 她是 比較 比較像 這是什麼 這不知道是什麼 蝴蝶姐的材質 就是這種 蝴蝶姐的材質 嗯 而且她的荷葉 她是 就是一整個到 背 對她是延伸的 她是從 前面 然後一直延伸到袖子 然後到後面背 都是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版型 就是穿起來會修繩 對阿 而且她這樣剛好感覺 就是 就是不會看起來很壯 對不會看起來很壯 因為她就是平潔的下 而且這個荷葉 還有延續到後面 對阿 對她後面還有臉 很美 好可愛 然後我覺得她藍色的花很可愛 因為她是配粉紅色 粉紫色的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看不懂 粉紫色的那個 花朵 嗯 對比較 比較更穩 更穩重的感覺 嗯 但是她有點透膚 但是她 她是有點透膚 但是這邊有 有拼那個內裡 所以這邊不會透 這邊沒有內裡 但這邊之後 對這裡有 就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所以你穿的話就是 不用怕會 會透出來 嗯 好 好了 那我們 用這次 有邀請到 一個我們的 採購部 採購部的 的同事 幫我們穿 裡裡 對 因為這樣才可以換多一點給大家看 對我們也想說 要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說 穿起來是不同感覺 因為平常都是我們自己在穿搭 對 怕大家不覺得說 會不會穿在我們身上 沒有辦法想像 讓大家更有想像的空間 我現在進到畫面它變超高的 哈哈哈 你可以做啊 你幾公分 我一百七十一公分 大家要怎麼稱呼你 高高 高高 一百七十一公分的高高 因為一百七十一公分的高高 真的啊 好像會這樣 欸 欸 欸 短短 短短 那我後來介紹這個耳環 好 好 就稍微戴一下就好 它是珍珠垂綴的 你有買嗎 我覺得很適合你耶 我是買另外一個花花的 喔 對 很美耶 這次的耳環都有帶一點點珍珠 或金色 對 就是特別選了這四款 給大家 好 我要退場了 我先去換下一套 要高高來為大家介紹 然後我介紹我這一套 這一套 這一套也很好看耶 對啊 我今天穿的就是 比較休閒一點 然後 我進不著進 我幫你調整一下 進不著進 哈哈哈 因為那種卡這樣 就是平常上班的時候也可以穿 然後休閒的時候也可以穿 對 我覺得像這一套搭配跟平常puzzle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平常puzzle上班色如果是這種色 它下面可能會配裙子 然後跟跟鞋 但是今天就是配了就是緊身的白褲 嗯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的地方是 它袖子的地方還有做一個蝴蝶結 對 然後它的蝴蝶結是不可以拆的 你可以自己綁在上面 就是袋子不能拆掉 它是做固定的 它自己在上面 它是一個荷葉 袖子其實是荷葉感覺的 這種像荷葉 它本身就是這樣 你很喜歡荷葉你就綁緊一點 那你如果覺得說你只想要一點點荷葉感的話 你就綁鬆鬆的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覺得 隨便綁好像也可以 對啊 讓它垂下來 因為我想說莉莉的客人應該不是說特別喜歡蝴蝶結吧 嗯 好像不會有這種 這麼甜的 對對對 不一樣的感覺 高高現在身上的上衣是可愛設計感寬鬆條紋襯衫有兩個尺寸 它就是寬鬆的 應該是平常就會這樣子穿著吧 感覺上班族應該也可以穿 我覺得它就是領口 領子 胸前這邊設計的也很好看 它就是它沒有做釦子 然後但是前面是做這樣子 就會膠疊的感覺 這件也賣得很好 高高如果把衣服放下來會怎麼樣 刷出來的話 那是外的長衣 這種感覺 這種樣子 就前短後長 用藍一點點 就是你可以紮進去 你上班可以紮進去 可是你如果下班你想要出去玩 你就把它放出來比較休閒 嗯 而且我覺得條紋 直紋的襯衫 就是大家都 任何人都可以加油 對 而且搭褲子什麼都很好搭 我們自己都很喜歡直紋 我覺得搭白褲真的是新感覺 Puzzle以前好像沒有過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是想說 在Lily的商品裡面都是加入了一點點小細節的設計 像是這個 袖口的盒葉啊 或者說綁截 或者背面的這樣子 抽皺的感覺 抽皺的感覺 就是簡單但是有一點設計的感覺 有點設計感的 耳環要不要介紹一下 耳環也是 就是這次的新品 對 它是真式的 好可愛喔 它是不規則金屬真式耳環 我覺得這一副也很厲害 這很可愛耶 對啊 這副好跟襯衫很棒 這個我平常怕會比較不會有 對 也是有一點點設計感 對 上班也可以戴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 袖子很好看 大家都喜歡袖子 這件我也很喜歡 對 很可愛 蝴蝶結的部分 有人說有高個的小編好高 要好開心 但是這樣很高嗎 因為我以為大家都是 像我的都三個 應該都有吧 就是 你們兩個這樣站 很好笑耶 可是我有兩個好朋友也是這麼高 小個子可以單穿嗎 可能還是要加個褲子吧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寬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寬 對 對 背影配片 大牛仔短褲應該就可以了 對 這款好時尚 有人說細條皮帶又是不同的風格 真的耶 大家對Lily很有想法 對啊 大家好像很帥Lily 但是大家也很會搭耶 你好 我好了 笑什麼 你笑什麼 突然變一個不好的感 介紹完了 介紹完了 高高去換下一套 好 我現在換了第二套 這個洋裝我覺得超級可愛 不能這樣 你乾淨 你要輕聲細語 我覺得這個洋裝質感不錯 我覺得這個洋裝 就是很 很 其實真的很可愛 因為這是我的寶寶 所以我還是覺得 我覺得這件很韓 然後你現在在搭這個兒童跟帽子 完全就是韓國路上的東西 好像可以背個側背包 不然拿後面那套都不太適合 感覺韓國女生會穿這樣來九份玩 對 這個也很適合 或西門町 而且我覺得這種就是一看起來就會讓你覺得 哇超可愛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喜歡紅色的 對我當時就是做紅色 就想說原來可以這樣搭的那種感覺 對因為我覺得韓女好像都一定會搭漁夫帽 所以這個漁夫帽是之後的新品 好像是快要到之後的新品 欸你會很突然搭配 很小聲一點 然後我是搭這個耳環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買這個花朵的耳環 它是有小花然後又有一點珍珠 它很特別因為它是長這樣子的 它是像星星的這樣 閃電的感覺 就是很清 對啊這支耳環很像橙色的洋蔥 去野產 因為我覺得是 它這個格紋 我覺得它格紋是紅綠配 可是卻很可愛 然後 有人只能去日月產 為什麼是日月產 我覺得妳現在可以講韓文 大家就會以為妳是韓國人 不會講韓文 你好 你好 為什麼要配合妳們阿 好了我要來看 好林佳女孩風 我覺得妳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戲看這個 它有綠 咖 藍 黃 紅 很特別很特別的布料欸 真的很可愛欸 野餐的概念 然後韓國女生真的超級喜歡配球鞋 只是我現在沒有搭襪子 我覺得好像是配個黑襪 對啊 配個襪好像更可愛一點 我忘了拿下來 就是可以再配個黑色的 到這邊的總統的小腿 到總統襪 轉襪 有人問說耳環戴起來很可愛 但會重嗎 它會有重量 對 它不會重 它不是重的那種 它是 它是輕的 耳環是韓國不規則 垂墜珠花瓣 珍視耳環 它是珍視的唷 嗯 這羊妝太可愛了 是 大家是不是都沒有發現這個羊妝 因為它好像在 比較後面 但這羊妝 然後這個羊妝它是有附一個綁帶 但是 你可以看你要不要綁 綁的話就是會比較有曲線 然後它也可以不要綁 就是不要綁的話 綁的話就會有腰繩 比較 它是更休閒 更休閒一點 但是我這款也是做有一點點的腰繩 所以如果你不綁的話其實 還是 也是合理的 也是合理的 然後它有做口袋 我這邊有口袋 好可愛喔 好可愛 而且長度也是剛好 而且長度也是剛好 好漂亮喔 一個拳頭以上 好精準 精準 因為以前國中的時候教官都會說 你裙子只能折到一個拳頭以上 一個拳頭以上 然後不如就握很大 然後我們要過膝耶 你們要過膝 你們要過膝 要不要先 可以說日期嗎 當然你可以跟他形容一下材質 未來的型品 聽不懂 因為剛剛好像大家買多人聞的 這個是GD有帶的 這是真的喔 GD帽 GD有帶喔 拿下來 頭髮是不是很軟 好 它這個是針織的毛線的帽子 但是它不是軟的 它是挺的 它是有挺度的針織 對 它是會挺起來 因為通常這種毛線織的都會比較軟 就是軟的 會軟軟的 帽型就要跑掉了 對 然後我戴的話就是 有點戴到後腦少的概念 就這樣子 帽子圍可調整嗎 應該不行 不行它這個不能調 可是我覺得 可是一體可以的啦 可是一體可以的啦 就是不會太大 剛剛好的感覺 好 我邀請到一個來賓 跟我一起比較那個 也是Paolo跟 也是Paolo style嗎 Paolo跟 你還在看 他還在看 那個來賓還在看別人 Zily跟Paolo的不同 嗨小魚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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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他就配了 腰包 流行的腰包 對 就是剛剛有說 就是Lily是會很簡單的 對 然後也不會戴帽子啊 也不會就是 配件的類比較少 連配件都是很簡單 對 然後我有發現 然後如果是Puzzle的話 就是條紋會比較更寬一點 會比較更有休閒的感覺 對 然後他就是會戴帽子啊 對 然後那個包包啊 耳環啊 就是最猛的一個狀態 哈哈哈哈 重點是他只是要去特賣會而已 只是 剛剛只是等下去特賣會 就是開始在打扮了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 特賣會可能要包很棒 然後可以放一些剪刀啊 剪刀 那我可能 我等一下去特賣會 就要去巡 巡店 巡店 看大家有沒有用 但大家會不會被嚇到 我突然嚇一跳 所以就是Paolo跟 Paolo風格跟Improve風格 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有沒有感覺出來嗎 應該有吧 蠻明顯的 蠻明顯的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 未來的新品 我剛剛 怎樣 偷偷穿的 爛用紙拳偷偷穿 我說我要穿這個 這個很可愛 然後我們高高又換好衣服了 我們請高高 高高 真的啊 出來很高 高高有一種快要把鏡頭填滿的 對啊 就是他竟然一次我可能就要挑嘴 他擴充 他擴充那個高度 很美耶 你把這個外套穿的超好看的 後面其實後面垂墜超漂亮的 而且我看那個袋子 我覺得要綁跟不綁好像都可以耶 不同的感覺 對啊不同的感覺 帶子其實可以綁起來 就是有腰身的感覺 或者是你可以不要綁 不綁好像也很可愛 當天搭配的心情 很漂亮耶 很漂亮耶 穿起來是剛好到膝蓋下面的 剛剛都是以牛仔褲的那個裝扮來 來搭配Lily的樣子 然後他這次 你今天的主題是襯衫嗎 今天好像都是 都是襯衫 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穿 然後休憩的時候也可以穿 嗯 如果你想要就是 有一點點小設計的 小設計感的襯衫 你可以在Lily的時候買 後面好像也有個小設計 裡面那件 然後這件外套也是 泡泡袖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 你不喜歡短版的話 不喜歡短的泡泡袖 你可以買這個長版的 你身高比較高的話 噢 身高比較高 噢 身高比較高 高高現在身上穿的是 柔軟針織泡袖 是有副綁帶長版外套 它有四個顏色 好多顏色 好多顏色 陰天可瑜問我說 可不可以放在脖子上 脖子上 好像有一點點設計 有一點點設計 是這樣繞嗎 但是裡面可能 但是裡面要穿T恤 裡面要穿圍 就是有點垂下來 簡陣簡單的 然後你就配牛腿 不能有領子 對啊 裡面穿白T 然後就可以綁一圈在上面 嗯 很可愛 也不是可愛 對 很漂亮 因為它沒有扣子 所以你可以就是 當作造衫衫 造衫的感覺 或者說你要綁起來也可以 在辦公室披著 對辦公室披著 我剛剛披著 我覺得也很好 對啊 就是今天很單單的樣子 好 那就介紹裡面這件吧 裡面脫掉 好 喔它這有秀 喔 很火 我們剛剛想裡面那一件是哪一件 裡面這件 裡面這件它也是有 有褲褲褲褲褲褲褲的 褲褲褲褲褲的 褲褲褲褲褲褲的設計 對 後面好像也有 後面這裡 喔它後面背面也有 它後面還可以 其實可以自己調節 就是你如果想穿 鬆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綁 鬆一點 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因為現在有點冷 所以高高裡面是穿的背心 如果你們在夏天的話可以 裡面就不要穿 你就會有露的 或是搭配那種後面大蛙的那種 然後這件的款式啊 除了背面有這樣設計之外 你前面其實 你如果比較保守 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可是如果你就是想要有一點點 休閒 隨性的 隨性的 有點想設計的感覺 你就把它再開了一顆扣子 會比較好看 而且可以給大家進看一下 它的材質 是綿麻的 它不是就是 剛剛好像有人說它喜歡綿麻的 這件是綿麻 落肩 蓬蓬秀 綁帶造型襯衫 它是有點卡紅色 咖啡紅吧 對不對 它不是正紅 但我覺得剛剛那個衛套 然後搭起來就是正紅 嗯 就是剛剛那個 紅色系的 這襯衫有四個顏色 莉莉系列色高女孩耶 可能是剛剛那件外套吧 因為它比較長版一點 我覺得就是 不同身型的好像都可以 對啊 我們不會在莉莉裡面 不會做得很寬鬆款式 就是大家其實都可以選擇 很多人很喜歡高高耶 說你很耐看 有一種特別的美 謝謝 謝謝 棍球IG 因為IG沒有公開 很美的設計 就是 就講過了 剛剛說在襯衫裡面 就是會加入一點點 就是簡單有設計的感覺 這裡 抓 抽皺的感覺 這邊 也有一點點抽皺感 因為其實抽皺感 可以讓整個袖子 袖型是泡泡的樣子 而且它坐在那個位置 不會現你手臂中 然後它又在袖口做縮起來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節你的寬度 這款有四個顏色唷 我覺得有一個Peggy 在拍穿到 有拍到一個 湖水藍 也很漂亮 嗯 有 那我可以拿 拿其他顏色來看 好漂亮喔 有國際名模的 剛剛有人說 他可以去凱沃或伊林 這裡 不行 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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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有四個顏色 湖水藍是這個嗎 對 我看一下它是什麼 它叫做灰綠 它就是有點藍綠藍綠的感覺 這也是很溫柔的顏色 有 就是這些 在Lily裡面的上衣 其實都是搭配牛仔褲都可以穿出門的 對 然後放在一起給你們看 好可愛喔 白色會透嗎 有人問 因為它有一點厚度耶 它是綿麻的 我覺得穿淺色 我覺得可以穿淺色的 淺色的 Brati 對 在裡面 這閃的色 Peggy要不要換好下一套啦 好 我直接 進場 好 進場 要有幫你奏樂嗎 那我們是不是差不多了 好 你們要去特邁會 那我們要去特邁會 那大家趕快去特邁會 現在 明天 明天我們是要去佈製 然後還有搭配model 跟準備一些禮物 自拍 自拍 還是我們怎樣直播 我們等一下試了好像可以直播 好像可以直播一下 那晚一點再見 明天也會直播 真的喔 那我們就聊一些不同的 你們可以看一些佈製的嗎 好 掰掰 掰掰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也是在吉他 大家先不要走 我怕等一下大家要走光 對 就是這件它其實算是隱藏版的 上衣 因為我覺得這件真的很 也蠻可愛的 因為這件也是你的嘛 這件不是我的 這件不是我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的版型很可愛 好像很多都是做那個 抓皺 空袖的 我覺得Lily Bailey的格紋款 有一個就是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配色都很特別 都不是只是單一說黑白格 就是外面不會 對 或什麼藍黃格 它不是它是你看 你看這個有多少顏色 膚色 淺藍色 紅色 這麼特別的格紋欸 所以全部拼在一起 它有點像那種粉紫粉紫的 對 很可愛 這樣搭紅色好像也很可愛 就是細看覺得很有質感的那種格紋 對 這個粉色我覺得很可愛 你身上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不是黑白喔 它是黑白卡 它有開色 咖啡色 這就是你知道近看 如果坐你旁邊的人這樣看 就哇 你這件格紋好特別喔 感覺很貴 不知道在哪裡買的 然後我就是搭這個 房裙 就是 它其實有一個小型機 就是它這邊側邊是開叉的 奇怪 喔它有開叉啊 對 它另外邊是開叉的 所以你走路的話就是 會特別 然後腰圍的話我是有 穿著是有一點鬆 所以如果跟我一樣 身形的人可能要去改一下 嗯 Peggy身上穿的裙子是 Girly下開叉排扣長裙 它有三個顏色三個尺寸 然後他們的材質其實都是 都是綿碼的 裙子也是綿碼的 但是它有一點 它沒有上衣這麼的薄的感覺 它是有一點厚度的 然後上衣是綁帶格紋抛袖上衣 就是兩個顏色 然後而且才390喔 390喔 對 這好像可以highlight一下 那大家可能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轉一圈給大家看 等一下喔 它後面 後面好像也很可愛 就是這樣 就是很 就是很 有一點很優雅的感覺 就是覺得大家如果平常上班的話應該也可以這樣穿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穿得太一般的時候 比較優雅 對比較優雅 好像可以拿一點文件 出門 出去的感覺 好 好 那高高換你 我去換最後一套 文件 這一件上衣 也賣很好欸 真的喔 大家好像都很喜歡這種 有造型簡單的感覺 現在高高身上的這個上衣是 林口花邊設計正反兩穿上衣 所以它是可以正反兩穿的 正反兩穿 穿正面的話好像會比較可愛一點點 然後高高現在穿是穿正面 這邊在正面 然後這邊就沒有分開了對不對 就是這樣 然後這一件有三個顏色 現在身上的是黃色 然後應該還有 綠色跟 杏色嗎 我有點看不出來 不知道實體有沒有在這邊 好像是咖色欸 就是偏咖的那種 淺咖色 好瘦喔 大家都說穿起來很瘦 像我比較瘦啊 然後 穿衣服比較沒有分量的話就可以 噢 對耶 增加自己的分量 對 這樣感覺風吹來 你就會飄走 我也希望有一個 或是有一點點 然後 這件材質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可以穿著睡覺都沒有問題 然後 褲子是 微甜日常 質感 雪紺寬 寬褲 然後高高穿的是黑色 她看起來腿超長 對 她看起來可能有 快180之類的 腰你穿會太鬆嗎 還是還好 蠻剛好的 就是如果你要紮衣服進去的話 我覺得就OK 而且你腿 就是她的長度 你穿起來也是很剛好 對啊 就是比較 沒有啦其實下面還有一段 其實下面還有一段 因為她穿黑色的襪子 我以為落地了 她其實是到她腳踝上方一點點 一百四十一穿起來直到腳踝上方 我覺得就上衣是比較淺色 就下半身就可以用 比較重的顏色去把它壓下來 膠小露露的可以穿嗎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嗎 可以修飾身材 大家都說想得到禮物 所以我們有保留自己一件紫色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唯一的那一件紫色 就是她唯一的一件紫色 對唯一的 好 那我換最後一套給大家看 就是 就是今天最後一套 這個上衣呢就是她 她的材質雖然是 是蠻常見的那種 綿的 綿質的那種 舒服的那種綿質 但是特別的是就是她是 前面到後面 喔喔她是有一個做荷葉邊 好可愛喔 更不一樣的剪裁 對 就是 又是簡單又有造型的盤子 對 不想要看花俏 這個素色 因為如果平常穿素的話 大家應該不太敢出門 但這個的話應該可以 如果你覺得有點獨了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件 因為她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舒適的T恤 但是又有加了 妳真的很適合弟弟的每一件欸 大家都說看妳穿就很想 很想包套 然後這個裙子 我覺得也蠻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個就是很韓的 就是她是有點魚尾 但是她又做一個不規則 對 這件是 這件是我的 這件是妳的寶寶 對然後這個扣子 其實是不能開的 喔它是不能開的 它是可以側面拉臉 因為我很懶 喔 我不喜歡一個一個開扣 然後我也不喜歡就是 所以妳就做一個假扣 這邊可能會看到肉 所以妳就做一個假扣 我就做了假扣子 然後這邊是側面拉臉 這樣很可愛欸 但是 但是我現在穿 好像有一點點勁了 我可能那時候做的時候比較胖 而且比較瘦 像嗎 對妳現在對妳沒有 Peki現在 可是妳這樣穿起來也不會 太壓肉啊 有一點緊 和啦 不像 對 有一點和欸 很適合穿去上版 其實我覺得第一例系列應該都蠻適合的 Peki現在身上穿的裙子是 格紋甲牌扣造型高腰魚尾裙 高腰的 只要好像我覺得 格紋跟魚尾這兩個東西加起來就會很韓 欸剛剛妳幫我拿那個顏色 而且很美 顏色 我現在穿的是咖啡色的 對 咖啡色的顏色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黑色的 黑色的也很美欸 黑色的應該就比較白 比較好搭吧 可是我更喜歡咖啡色 我很喜歡咖啡色 咖啡色感覺上面可以搭好一點 因為起司突然加分的感覺 是吧妳們都喜歡咖啡色 黑色好像可以 感覺比較修 可以 比較小 比較正式嗎 妳當然想這樣 休閒 對 對 配白鞋就很修閒 黑吉的上衣是 MIT荷葉造型長袖上衣 然後 如果妳穿這件的話 就會感覺妳整個 就是會變得比較 比較LADY一點吧 就是比較 它比較和聲 會 那個側邊的曲線 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大家在選尺寸的時候 可能要 就要看一下 因為它版型其實是偏小 偏和聲 對 偏和聲的 對 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然後黑色是配綠色的線條 但是我也是 然後它是綠色的 我好像取綠色 但是它其實底色是黑色 然後是配綠色的線 它這個格紋真的也是有三個顏色欸 四個顏色 有黑白米跟綠欸 我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Lily系列的格紋真的都很特別 對啊 就是它不會只有單一的顏色 它還有 別的顏色 靜看人家的那個曲線 那 那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要來個Ending嗎 你們可以一起 再跟大家說一次 最後的Ending 禮物的話 我們今天會抽三名 三名 三名 一個禮物就是 泡泡秀 就是我們把 小楊剛穿的那個 荷葉邊的泡泡秀的 前三名都送給大家 然後第二個禮物就是紫色的 不是紫色的 不是紫色的 但是我們有保留一件紫色的 讓大家自己選好 如果你想要紫色的話 現在官網聽說已經賣完了 對賣完了 這是第二個禮物 然後第三個禮物是 很很 Top5前幾名的碎花 你也可以自己選顏色 這是第三個禮物 然後今天會抽三個嗎 對還有一個是 欸 有 我剛剛都講了 總共三個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明天要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下班的話 也可以去我們 在SOGO忠孝館的 12樓 12樓 12樓的 特賣會的話 每天都會有一款 就是限定的 新品 新品嗎還是 新品五折 哇你怎麼知道 哇你怎麼知道 他講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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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嗎 是秘密嗎 是秘密嗎 欸很便宜耶 然後剛剛 剛剛Molly 剛剛Molly跟江上 已經有先去場刊 然後他們跟我 偷偷跟我說 他們覺得款式 有蠻多 蠻新的 真的假的 所以他們自己 要不要先 沒有我就說不要跟我說 我已經沒有錢了 對啊 聽說款式是蠻新的唷 大家可以去觀光看 大家可以去觀光看 一直到禮拜天 對禮拜天 四五六日 也在台北場 四五六日 對對對 然後明天在FB 我們也會小編 就是出差到特賣會 現場去直播 給大家看一下 款式啊 還有現場 怎麼到 然後還有 台北有 台中我們也有做特賣會 如果大家真的 台中的朋友 就是可以再等我們 那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辦法去的話 我們官網也會有做 官網也會連線 對對對 台中的是 也是下禮拜四五六日 對台中也是下禮拜四五六日 在中有擺貨 YES 然後我跟可瑜都咧 直遠 YES 可以跟大家說拜拜囉 好大家拜拜 要記得去買Lily Valley喔